外媒注意到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殲-10C的坐舱盖 闪着金色的光芒 这意味着什么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巴基斯坦空军刚刚从中国进口了新型的殲-10C战斗机 并且在阅宾室上进行了飞行表演 但是外媒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 注意到了一项过去从未披露的新的发现 那就是首批列装败弹空军的殲-10CE 拥有了以美国F-22隐身战斗机类似的金色坐舱盖 显示这批殲-10CE战机已经在三代战机的基础上 做了很多根本性的改进 军事观察网站指出 殲-10CE的金色坐舱盖非常亮眼 这在第三代战斗机上非常罕见 但在殲-20以及美国的F-22猛禽战斗机上 他们却见过 它的金色坐舱盖象征着该机的尊贵地位 外媒为什么会这么平素 有了一个金色的坐舱盖 它就有了一个尊贵的地位呢 这个意义还真是比较大 我们知道隐身战斗机会在飞机的很多部位 都采用减小雷达反射截面的措施 以提升它的隐身能力 这里面就包括坐舱盖的相关设计 我们知道隐身战机一般都采用气泡式的坐舱 清晰地看到外界的场景 但是坐舱盖的透光性能太好 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入射的雷达波会在坐舱里面形成多次反射 飞行员的头盔啊 座椅啊 坐舱内的很多设备啊 都变成了强反射体 那么这些电磁波返回到雷达接收机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目标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坐舱盖上镀膜 镀金属膜 这种膜一镀在坐舱上 那么外界射来的雷达波就会被折射掉 而不会进入坐舱里 或者是进入到坐舱里的电磁波大大的减弱 那么经过几次折射 它就会变成一个弱信号 从而呢能够改善飞机的隐身性能 不要小看机身膜 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飞机上最强的几个反射点 坐舱是一个 进行道是一个 当然机身机翼也会对入侧的雷达波 产生比较强的反射 那么通过一些相关的技术措施 包括外形的改变 涂敷 细波涂料 以及采取复合材料来制造机翼和机身 都有可能改善飞机的隐身性能 那么歼10C是隐身战机吗 过去的歼10是一款典型的第三代战斗机 那么歼10列装部队以后呢 有关的场所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改型 后来出现了歼10B 出现了歼10C 那么无论是歼10B也好 还是歼10C也好 它们都有一款非隐身的第三代战斗机 变成了半隐身的三代半战机 只不过歼10C的雷达要比歼10B更好 歼10B采用的是无原相纯雷达 而歼10C采用的是有原相纯雷达 那么改进该机隐身性能的措施呢 其实有这么几条 一个坐舱盖 镀膜 镀金属膜 第二 雷达换成了有原相纯雷达之后 它的安装位置是倾斜安装的 这个呢也有助于减小雷达舱的反射界面 从而改善引进能 可以这么讲 歼10C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三代半战机中 隐身性能最好的 或者是雷达反射界面最小的 从而能够让它在未来的空战中 特别是中级空战状态下 能够获得较大的技术优势 因为逆中飞行对一些先进战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让敌方难以发现 它有可能做到先敌攻击 而它携带着霹雳15导弹 又能在射程上超过美国的AIM-120 在这几条技术优势的加持下 中国空军当然现在还有巴基斯坦空军的 综合作战能力 让它完全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战机 相抗衡 为保卫巴基斯坦领空的安全 做出相应的贡献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